每集一个小故事 电话来了 喂 直接挂掉了 欢迎收看黑房间1981第一季第九集 这一天男子大卫来到小镇的酒吧 坐下来跟服务员要了啤酒跟汉堡 等待的缝隙旁边的老伯就过来搭讪 我叫泰德呀 就是这个镇上的 知道吗哥们 您今天是第二个来到这里 路过这个镇上的陌生人 我们这个小镇还是比较偏的 有时候一个陌生人都没有路过的 听着泰德的话大卫没有接 可能大卫内心感觉对方是个骗子啥的 可是当泰德感慨 您这身打扮是摩托车党吧 大卫这才开始搭话 对的我很喜欢摩托车 经常跟朋友一起去玩呢 泰德听后 哎呦我以前也很喜欢摩托车 现在年纪大了就玩不动了 抱歉我这个人话有点多 我们镇上的人一般不打扰别人的 你这个表很时尚啊 说到这个表大卫要炫耀一下 这可不是一般的表 刚上市我新买的 它显示时间的方式也有点特殊的 这个表里面有一个微型的电脑 能智能显示时间 这个表可贵着呢 就这样随着汉堡和啤酒的上来 和老博吃着聊着 大卫也逐渐放松了警惕 一听泰德提到以前 附近有那种鬼屋的游乐场 很好玩的 也不知道老板亏钱 还是人流量减少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 那种游乐场就没有了 大卫也感慨 是的我小时候还很喜欢去呢 现在也可以去啊 坦白讲我就是管这种游乐场的 前面就有一家衰败的游乐场 我以前就在那里工作 还有钥匙呢 这样吧哥们 你是去芝加哥对吧 我家有摩托车的 我们俩先去这个废弃的游乐场探秘 找找以前的感觉 明天早上八点半 我开摩托车把你送到芝加哥 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嘛 感觉老博也挺热情的 行吧大卫就跟着去了 到地方泰德就提着灯介绍 这就是鬼屋的入口了 这玩意都躺了好久了 就是没有游客 随后拆开解满蜘蛛网的门板 钻进去打开门一看 这满屋的蜘蛛网 确实显然是荒废很久了 后面的门自动关闭 也是吓了大卫一下 两人再往前走着 上方突然掉下了一个脚的尸体 泰德见状就调侃 吓到你了吧 这个很突然的 很容易吓到人的 再被绊了一下 大卫就感觉某种不适 老头我们走吧 不要再往下去了 哎呦走什么呀 有我这个导游 你就当来参观玩一下了 跟着我就行了 就这样半退半就的 大卫又跟着 进到了里面的一个房间 这时泰德就抱怨着 这个灯好像有点问题呀 忽暗忽亮的 调着调着灯灭掉后 说了一句我去去就来 泰德就赶紧进到一个门后面 就这样门锁上 把大卫独自一人 留在了这个黑暗的房间 这一刻大卫才意识到 我靠上当了 大喊着你个死老头 赶紧放我出去 只见泰德在另一边 启动发电机发电后 坐到桌子前 看着这个鬼屋的图纸 听着求救的声音 感觉大卫走到了拐弯处的迷宫 泰德直接启动电闸 释放了一个机关 吓了大卫一跳 接着大卫没走多远 脚底下一滑 顺着梯子 大卫又掉到了另一个空间 站起来大卫也请求着 老头玩两下差不多得了啊 你现在放掉我 我出去会原谅你的 怎么可能放掉呢 老头偷笑着有些兴奋 对照着图纸 确定大卫走到了陷阱的地方 泰德猛按按钮 只见脚下的地板打开 大卫就瞬间掉到了外面的湖边 本以为大卫游出来 恶作剧结束 这是一个突发的结局来了 只见前方一个闪着灯的怪物 游过来包裹住大卫 直接把大卫干掉了 随后画面一转 看着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大卫 除了拿走对方的手表 泰德还搜刮走了钱包里的钱 对着湖里的怪物 泰德也说了一句 合作愉快啊 肉是您的了 那甭管湖里是什么怪物吧 显然泰德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最后在岸边放了一些食物 怪物就把大卫的尸体 叼进了湖里 此时再来到镇上的餐巴 泰德搭讪后 向一个年轻人 展示了最新款的手表 这里面有一个 微型的电脑跪着呢 巴拉巴拉 看来等待这个年轻人的 也是凶多吉少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